一路新剧一开播就被男朋友抛弃 只因为对方不想努力了 书役颇觉讽刺 原本今天是男友的生日 两人约好了一起庆祝 但作为事业得意的财经记者 报社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一个专访交给他负责 当时郑书役很是兴奋 毕竟专访人物最近风头正盛 而且异常低调从不接受采访 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所以只能委屈一下男朋友 没想到对方通情达理 对此一点都不计较 反而鼓励他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郑书役自以为已经把时间管理得非常妥善 没想到自己也被实验割了 没采访到对方不说还突欲亲戚来访 尤其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浑身冷嗖嗖的更让他难受万分 有不少以前采访过的财经人物提出要送他一程 但都被他以男朋友等下就来了给拒绝掉 结果这一等又等了许久 这时参加完宴会的实验恰好看到 见他脸色苍白身子微微颤抖 心里便有些怜惜 怎知还没说话就被对方当作登徒子直接给拒绝了 不容易等来了男朋友 怎料对方却以时间太晚 他的身体又不舒服为理由 拒绝了去他家里吃肠受面的邀请 郑书役独自回到家里 却又发现不见了手机 经过定位看见位于医院附近 这让他感觉很是奇怪 他记得自己好像有拿着手机上车 这郑书役连忙赶来医院 果然看见男朋友的车子停在这里 心里顿时焦急万分 不慎踩到水坑摔在旁边的车上 郑书役慢慢站直身子 却惊恐发现该车车主非富即贵 那车牌号一看就是自己惹不起的人物 赶紧离开为妙 结果离医院门口还有一段路程 就看见男友挽着别人走了出来 人刚发现自己遭到男友的背叛 转眼便决心报复做对方的小舅妈 原本想着男朋友若是来挽留便原谅对方 没想到月星周一看见自己就提出分手 还说什么那个人家里很有钱 小舅舅开的车都是六个六连号的 这是他唯一能够少分斗二十年的机会 如果郑书役愿意的话 以后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郑书役心灰意冷 要回自己的手机后 立马将以前对方送给自己的礼物 全部摔到他身上 书役愿意关门心里越想越气 这是门外传来声音 透过猫眼一看竟发现 前男友只拿走一枚之前的金凶针 气得他差点当场暴毙 为过去的自己感到不值 闺蜜碧若珊的劝解下 郑书役决定化悲愤为力量 今后全新工作指导事业 结果到了第二天 他却不由自主地拐进 以前常和男友一起光顾的甜品店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前男友带着他的线女友 也来到了这里 郑书役很树无语 老神在在地看着他们表演 秦乐之虽然也看到了郑书役 但是一点都没有第三者的自觉 反而得意洋洋地推开他 俨然一副胜利者鄙视如色的姿态 郑书役气坏了 看见他胸前带着自己 曾带过的金凶针 立马讽刺了一句 这人真的有人喜欢二手魂 书役走出甜品店一脚 踹在路旁的大树上 当时这棵大树害怕极了 从来没见过这么生气的女人 没想到他一转头 就看见挂着六个六车牌的豪车 心下顿生一计 决定攻略秦乐之的小舅舅 人站在路边瑟瑟发抖 豪车上的男人看见后 好心烧他一程 没想到却被当作灯徒子 要到了第二天 两人再次相遇 郑书役因为前男友的背叛 而打算报复 恰在此时 看见路旁一辆车牌 六个六的豪车 知道车主是第三者的小舅舅 便打算攻略这个小舅舅 以后让前男友叫自己小舅妈 结果敲开车窗 发现小舅舅竟是 昨晚见过的那个男人 不由得乱分尴尬 手机快没电了 您能说路再无一程吗 但我的车不再有男朋友的女人 郑记者 郑书役万万没有想到 昨晚舌尖口快的一句话 竟然成了回旋标 打在自己身上 眼睁睁看着对方扬长而去 心里不禁气馁万分 好在作为财经记者的他 还有一次采访对方的机会 报社主编让他尽快安排时间 在约实验做一次财经专访 可是实验却忙得抽不出时间 每一次联系都被对方助理挡了回来 以至于看见前男友 都要入职实验的名誉集团了 自己却还没有采访上实验 心里更是焦急万分 只能自我安慰 这郑书役继续孜孜不倦地联系着对方 这天功夫终于不负有心人 助理陈胜发来了实验有空的消息 郑书役很是兴奋 当即与同事拍手庆贺 却没有发现另一个同事脸 臭得比毛坑里的石头还难看 徐宇玲和郑书役在公司里属于竞争关系 趁着郑书役下班回家 偷偷拿走了他做好的采访提纲 到了约定的采访时间 郑书役特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来到实验的名誉云创 保安看到后都问了一句 你们杂志社的记者 是不是都长得这么漂亮 郑书役填写来访记录时 发现徐宇玲也在名单上 比自己早了足足四个小时 郑书役顿绝大事不妙 果不其然 陈助理看见他便表示 他的同事已经替他采访完了 被竞争对手截胡 郑书役虽有不满 却也不能随意表露出来 只能向对方道歉 记者辛苦写了一份采访提纲 没想到却遭同事剽窃 就连采访目标也被对方提前截胡 为了公司声誉不受影响 他甚至不能对外说明此事 好在还有五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没有写入提纲里 凭着这五个问题 他获得了对方同意再次接受采访 是郑书役连忙跟着对方 进入电梯后 石燕接到了一个电话 结果只看了一眼便直接挂断 随后电话打到助理陈胜的手机上 原来是郑书役前男友的县女友打来的 郑书役暗自付费着 这时石燕似乎察觉到什么 转过头来看得他很是尴尬 三人很快来到停车场 石燕表示自己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可以在车上说 结果等他兴致高昂地登上车子 准备来一场新金女 撩搏冷面男的戏码 没想到却因紧张而害苦了自己 郑书役顶着瑟瑟寒风 开始了对石燕的采访 结果才恭维了一句 石总果然是年轻有为 就惹来对方轻视 感觉他跟其他记者没什么不同 但很快 郑书役凭着敏锐的经济处决 分析出对方准备与官室集团合作 接下来会涉足共同感兴趣的领域 石燕顿时大胆震惊 反问了郑书役几个问题 结果都被一一解答 两人的交谈也开始变得融洽起来 以至于过去了两个小时 郑书役还没有反应过来 记者采访完成后 被采访对象扔在荒郊野外 为了回家只能采用死缠烂打的手段 留下来跟石燕一起回去 郑书役故意制造误会 果然如愿以偿得到官象城邀请 与他们一同感受下 骑在马背上的快乐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聪明反背聪明误 这一决定让他后面吃尽了苦头 在唤起马符的时候 郑书役听见石燕离开的脚步声 又一次产生撩搏之意 假装不会积腰带请他教自己 结果就在石燕缓慢走近 即将进入他的幻衣间时 突然心生怀疑感觉对方想耍自己 于是果断转身离开 郑书役备受打击连忙自我安慰 后郑书役来到马场上 不会骑马的他被官象城指派石燕教学 本以为石燕会如同小王子般牵马缓缓前行 没想到对方竟跨上马背 直接坐在郑书役后面 搞得郑书役很是紧张 而随着石燕的故意整治 更是让郑书役吃尽了苦头 吓得他哇哇大叫 直到离开马背都还是两股战战心有余悸 郑书役在心里把石燕诅咒了千八百遍 这时见石燕和官象城频频望向自己 脸上还不时露出笑容 更是觉得石燕在取笑自己 心中不满愈发赤裂 只是郑书役不知道 他们在聊石燕的外甥女 对方刚从国外回来性情跋扈 石燕打算给他找一份工作 要在陌生的环境中锻炼他 官象城感觉做记者就不错 正好也是传媒专业 他刚好有记者朋友可以帮忙 他的路上 疲惫不堪的郑书役直接在车上睡着了 眼看就要栽倒 没想到石燕竟主动伸走拖住他的脑袋 原来石燕早对他有所好感 那是一场颁奖典礼 作为财经记者的郑书役 获得年度最佳人物采访 彼时郑书役神采飞扬头上有光 记者苦追霸道总裁 没想到却意外发现对方有女朋友 这一刻他很尴尬 之前搭石燕车回家 下车后才发现掉了耳钉 郑书役本来不甚在意 毕竟不过是几十块钱的地摊货 但闺蜜碧若珊告诉他 可以借此机会再与石燕见面 郑书役顿时来劲了 一到晚上就赶忙联系石燕 我好像拉了没耳环在您车上 没看见 这是我们家传家吧 他还是我的嫁妆 看见了 你的嫁妆是塑料制的 书役显现蹦不住 好在颇有极致连忙表示 家里组上穷生活苦 虽然是塑料制品 但在当时已经是最珍贵的物品了 石燕没有拆穿 这耳环看起来有八成星 而是同意让他登门自取 令闺蜜感觉他对郑书役肯定有意思 书役虽然不信 但是登门之后 还是难以避免地被石燕吸引 不由自主地泛起了花痴 在郑书役喝着柠檬水的时候 壁旁的卧房里突然传来声音 再一看沙发上的女性物品 郑书役顿时尴尬万分 房间里那个不是你女朋友吗 不是 书役顿时松了口气 没想到石燕又表示 房间里的是她外甥女 这下郑书役更觉尴尬 吓得连忙落荒而逃 耳钉也顾不得要 寺里来了一个不学无术的实习生 入职第一天就隐晦地给上司送礼 结果又被踢了回来 于是她不装了 这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 名叫秦时月 家境十分优渥 人生梦想是做一条闲鱼 舅舅石燕不想她虚度光阴 逼着她到别人公司历练 秦时月很是不满 绞尽脑汁就想偷奸耍滑 只是遇到郑书役这个客星 宋礼俨然起不了任何作用 且碍于舅舅的威胁 她也不能表露身份获取任何优待 可没想到 郑书役给她安排的工作 竟是整理采访内容 发现采访对象是舅舅 且时间长达二小时 在家里成天听舅舅教训 来公司怎么还要听她的声音 秦时月整个人都麻了 秦时月害怕极了 可惜现在不是郑月 否则说什么都要把头发挺了 无奈之下 遇到难题时打算向郑书役请教 却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喊她 对方都不理睬自己 不知道郑书役带着耳塞 且工作专注的她 回到家里便向外公和舅舅 声讨郑书役的罪状 把自己打造成受欺负的职场新人 想用这种办法唤起舅舅的恨饮之心 不再逼迫自己去上班 没想到实验却告诉她 既然人家是她的领导 给她安排工作就好好学 秦时月很是气愤 以为卖惨对舅舅无效 怎知到了第二天 郑书役将采访内容发给实验过目 却一再遭到对方驳回 每一次都不给任何修改意见 搞得郑书役也很不满 秦时月得知后 以为舅舅在替自己出气 心里还有些小得意 而郑书役则忙着联系实验 请她给出驳回原因 结果几条短信过去竟无意恢复 黑锅甩给手机的郑书役转而联系陈助理 准备以私事为由打开突破口 没想到隔了老九才得到一句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不谈私事的答复 郑书役十分兴奋 她找到了对方言语中的漏洞 陆星剧一开播就表白霸道总裁 这效率也太高了 之前郑书役过来找实验寻求采访稿的修改意见 结果刚到小区就看见对方乘车而来 面对实验的询问 郑书役直言感觉对方想见自己 而实验却直言对她的稿子不满意 并在郑书役的纠缠下 点出了每一稿的不足之处 郑书役听完之后恍然大悟 明白了稿件中的缺陷 当即坐在路旁静置修改起来 实验看了一会儿 便邀请她到家里修改 郑书役犹豫着碰见对方的外甥女会不方便 直到实验告诉她没有人会来打扰 这才放下心来 在郑书役改稿时 实验给她泡了杯柠檬水 令她很是意外 没想到对方竟还记得自己的喜好 可是看到对方喝酒 郑书役又改变了心意 表示想喝她手里的这种酒 随后又借着改稿的油头故意接近对方 鼻息喷在她的脸旁边 使得实验感觉有小路乱撞 心里紧张极了 经过一次次修改 花了数个小时来回拉扯 实验终于满意她的稿件 可以追你吗 郑书役告知了自己已是单身 还特别着重提到跟她第一次见面那天 就是下雨天那个晚上 回去后就跟前男友分手了 实验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 只是驱逐了郑书役 人刚给爸总发了一条短信 没想到一转眼便看见了对方 爸总豪车出现的这一刻 两人四眼猛逼尴尬极了 郑书役万万没有想到 以前实验对自己从来都是爱搭不理 无论自己发了多少条信息 对方一向视而不见 最多也就回复两个字 如今实验却出现的这么及时 郑书役很是尴尬 为了缓解气氛便强行挑起话题 询问助理陈胜的去向 变脸色一变似有无穷怒火 就连碧若山听了也是暗自摇头 连忙表示要在前面下车 结果郑书役也紧跟而来 她肯定就吃醋了 郑书役虽然有些不幸 但是仍给实验发去一堆土味情话 作为赔罪 没想到这次实验破天荒的回复了 只是内容让郑书役十分不解 碧若山建议先不理她 让她几天再说 结果郑书役仍在手机上点个没完 碧若山立马按住她的双手 等到松开后却发现已发出一堆乱码 实验看着对方的回复陷入了沉思 碧若山却让郑书役不要解释 既然实验竟然真的琢磨这段乱码的意思 网上找不到答案就询问外生你 秦时月满脸不可思议 感觉小舅舅最近太不正常了 得不到答案的实验紧盯着手机 而郑书役也是这般 看着手机在等对方询问 却没有想到接连几天都说不到一条回复 实习生也太悲催了 帮了领导一个大忙还送礼物给她 没想到对方一开口就是多干点活 首先郑书役通过朋友御游 获得了一张官式资本的发布会邀请函 怎料一转眼就被竞争对手设计 将邀请函丢进了碎纸机里 苦于缺少证据 郑书役只能稀释宁人 结果秦时月又利用自己和官妓的交情 调来了一张邀请函并奉上一份礼物 部会上郑书役坐着记录的同时 还与闺蜜碧若珊谈起实验 两人已经多日没有联系 心里有些忧怨的 她把实验比喻成不可理喻的小妖精 没想到却被实验听见 以至于郑书役忍不住发消息给她的时候 实验看在眼里虽然有些欣喜 却故意用不可理喻来解释自己不回消息的原因 甚至于他们云创的年终发布会 也不发邀请函给郑书役 搞得她很是着急 于是郑书役在与实验联系 可谁知名誉云创虽送来了邀请函 但是却送到了竞争对手徐雨林的手中 郑书役整个人都傻了 感觉实验就是在针对自己 就连秦时月都认为小舅舅虽然在帮自己 但是这戏似乎过头了 郑书役真的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她要做专题报道 放在电子刊上促进电子刊升级 于是再次请郁书帮忙 不料郁书也没有说动实验 幸好碧若珊手里有一张 郑书役带着秦时月做她的副手 准备混进发布会现场 没想到却被保安拦了下来 只见到实验出现 郑书役连忙让秦时月跟着碧若珊进场 自己则缠着实验通过别的通道进入会场 这女记者太会睁眼说瞎话了 为了撩霸道总裁竟然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对方 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做年终总结的实验频频看向郑书役 没想到却惹得外甥女坐立难安 因为这个小舅舅在家里实在太严厉了 搞得秦时月以为实验在看自己有没有认真听讲 静舅舅在看自己的秦时月跑到外面透气 发布会结束后 实验看见郑书役和其他男记者闲聊顿时粗意大法 就地取材以询问秦时月去向为由 打断他们互加好友的行为 身体不舒服 回家了 她哪儿不舒服 她有总裁恐惧症 看到你这种大人物 她就会喘不上气 我看到你就心花怒放 实验有被撩到 但冷漠的行为却令郑书役误解 尤其是在离开发布会现场时 看见秦时月缠着实验 不知两人实为生就关系的 她立马给实验扣上一口 光天化日勾搭女人的黑帛 随后告别欲游气冲冲地跑了 默念着智者不入爱河 没想到实验却紧跟而来 搞得她心里紧张极了 到总裁迷上了撩人的小妖精 没想到对方却不自知 反而以为她喜欢别人 谢谢你今天送我回家 实验心里有点小高兴 没想到郑书役却突然谈起 公事大杀风景 搞得她以为这才是对方 靠近自己的目的 于是瞬间便连把对方赶下车 郑书役也有些失落 但很快就想到实验这么忙 还特地送自己回家 不由的心情舒畅 前想关心搭讪秦时月 回头又来送我回家 拖着我的头 她这分别是像小胎两只船啊 注意又气坏了 直到第二天都还在念叨 实验的坏话 甚至于因实验专访 而得到主编表扬 也没有什么兴奋之情 同事们跟她说话 让她晚上请大家出去庆祝 她也没有回答 就好像根本没听见一样 她戴的降噪耳机 是真的没听见 秦时月终于恍然大悟 明白了她上次 为什么不理自己 不禁感到愧疚万分 无奈之下 秦时月只能找报社 同事要来郑书役的微信 见到一个名为SY的好友申请 郑书役兴奋极了 这不就是实验的拼音首字母吗 她想家对方好友眼馋了好久 而今心想事成 正好约她一起看个演唱会 没想到对方竟然答应得很干脆 人在演唱会场外 等来的心仪男生 没想到对方却突然举起手机 原来只是一场梦 女人松了口气 昨晚才加上好友相约 一起看演唱会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对方拿下 于是精心打扮后的 她来到约定地点 买了两个头是心里很是欢喜 可她却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认错了人会错了 郑书役尬得无地自容 进场后还在安生叹气 使得秦时月有些疑惑 没想到郑书役却果断甩锅 说当前这首歌让她想起前男友 她不看外表只看前 因为对手是一个富家女 有一个很有钱的小舅舅 不过那个小舅舅挺不错的 跟她外甥女不是一路火 而在离两人不远的地方 实验也在听着演唱会 原来台上的歌手是她姐姐送了蓝 同时她也是秦时月的妈妈 演唱会结束后 秦时月刚和郑书役道别离开 就见御游教授走了出来 想不到竟是实验给她的门票 让她过来放松一下 郑书役也没想到这么巧 连忙和对方约定下周做采访 结果实验看见他们有说有笑 心里就很不适滋味 故意开着车在她身旁停下 跟她来了一场车前对峙 隔了好一会儿 郑书役灵机一动 开始上演若女子不慎歪角的戏码 平什么 平我看见你就没办法再看路了 实验有被撩到刚想让她上车 怎知这时一个电话进来 却见郑书役步履脚健 实验顿时无语至极一踩油门扬长而去 郑书役瞧见连忙追赶 结果弄假成真 真把脚给碗了 实验自后视镜里看到 连忙将她送来医院 那女人太作了 不过却让人讨厌不起来 毕竟谁不想要一个这么搞笑的小女友啊 我还是做不错 砸得郑书役坐不起来了 乖乖地坐在车上一言不发 突然实验的朋友打来电话 询问她是否和演员前女友还有联系 想找她演一部戏 说自己身旁有个演技更高的 尬得郑书役嘴角抽搐 回到家里还气呼呼的 不过她没有放弃追求实验的想法 借着还一要费的名堂 准备继续聊拨实验 结果实验竟破天荒地加了她好友 顿时令郑书役备受鼓舞 聊起来特别有劲 没一会儿便成功约的对方一起吃晚饭 为了以示尊重 郑书役还询问自己穿哪件衣服好看 得知穿红色而自己没有红色衣服 便跑到商场挑了一件 没想到净凑巧重遇前男友 更可怕的是与第三者撞伤了 于是郑书役果断化身近击的前女友 专门跟第三者对着干 反正谁丑谁尴尬 尤其是她还有个帮手 后郑书役穿着刚买的红衣服直接回家了 想不到实验却早已等在小区楼下 拉着她来参加自己的家宴 郑书役有些失望 原来不是两人单独吃饭 结果实验又说吃完这顿 她可以再单独请自己 令郑书役再次高兴起来 当即挽着对方手臂 如一对闭人般步入会场 引来一众参与者议论纷纷 言语中颇有羡慕之意 只不过 这所谓的家宴却令郑书一百无聊赖 直到前男友发来短信 让她觉得大仇得报 才觉得有点意思 这女人太有趣了 意外听见别人在说自己和心上人的坏话 当即就展开反击 但原来这一切只是她的幻想 当时真正的情况是她气冲冲的离开了 过了许久仍是一副气鼓鼓的模样 实验见状便故意调侃她着急回家做小蛋糕 郑书一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自己在晚宴上随手搪塞前男友的一句话 竟然被对方记到现在 郑书一对此很有兴趣 转身回到车上想听听她自己的说法 怎料实验尽不做辩解 反而声称外界传言皆为实情 郑书一自然不信 一句如果仅凭道听途说就对一个人下判断 那她也可以说她眼里的实验睿智又有远见 是个优秀帅气的年轻企业家 把实验感动的产生了大量多巴胺 诶 这儿不让停车啊 郑书一尬的落荒而逃 却忘记了参加晚宴前刚买的一堆衣服还在实验车上 而实验也故意不做提醒 就等着对方上门自取 还特意亲自下厨做出一桌大餐 只是当大门被敲响的这一刻 实验的心里却有些紧张 不由自主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着装 随后才缓缓将门打开 郑书一看见满桌饭菜果然食指大动 我一定尊重食物 实验顿觉如此可叫 但他怎么都想不到 郑书一才吃了几口 却因为一条信息的到来就把说过的话抛之脑后 匆匆要回自己的服装后就溜至大吉 实验满腔优越 感觉一副真心喂了狗 记者为引心上人注意狂发朋友圈 怎料对方却视而不见 搞得在外出差的他满心优越 那天一早 郑书一刚睁开眼睛就发现竟然下雪了 喜出望外的他连忙叫醒闺蜜碧若珊 与对方堆起了雪人打起了雪仗 突然碧若珊想到一个吸引实验注意的办法 于是让郑书一站在雪人旁边 给他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 并表示实验很快就会来找他 果不其然 和观象城聊完之后 实验打开手机看见郑书一的朋友圈 开始担心他衣服穿少了 怕他乐不思蜀不知道回来 于是给郑书一发去消息 什么时候回江城 等到实验就吃他这一套 竟然以观象城想见他为借口 表示对方愿意接受他采访 可郑书一从不记得自己有说过要采访观象城 曾想 才刚下飞机没多久 郑书一便遭遇后车追尾 实验苦等对方不治 忍不住电话询问情况 得知他被追尾便打了过来 入星剧竟然演新惊女 一有机会就撩拨霸道总裁 未曾想实验对这一套却很是受用 之前身为财经记者的郑书一来对观象城做专访 两人谈笑风生 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一时间竟忘了时间流逝 直到实验过来打断他们 观象城才意识到吃饭时间将至 于是邀郑书一留下来一起用餐 不料郑书一的专访 却让报社主编唐一犯难 因为徐玉玲联系到三个银行的副行长做采访 他刚答应下一期头版交给对方 但观象城在业内地位极高 他的专访定然要放在头版 唐一一时间难以抉择 说上 观象城特意提起实验的过往 令郑书一明白外界对实验的评价皆属虚妄 实验并没有在名誉集团危难时弃之而去 而是处理完危机之后 才交给信任的姐夫去打理 自己出来做感兴趣的云创 这两年他付出了很多 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而且又不喜欢跟人说心里话 因此观象城希望郑书一平时多和实验聊聊 让他改掉这身臭毛病 结果郑书一竟提起上次云创发布会 实验盯着自己同事看了好久 显然是喜欢特别好看的女记者 观象城借故让出战场 给他们提供私密的争吵空间 直到实验说当时提起秦时月是逗她玩的 郑书一才勉强作罢 给实验包了之下 抚平了她受冤枉的委屈之心 放后为了说服实验 做一期云创的专题报道 郑书一又作了起来 表示今天天气好不想坐车 要实验陪自己走一走 实验虽然看穿她的伎俩 但是却被两句诗撩得春心荡漾 只提出两个要求便同意下来 而另一边 秦时月到财经大学做采访 没想到近重逢之前 云创发布会上遇见的御游 顿时如小舅舅一般芳心荡漾 白鹿新距离被妈妈催婚 对象是财貌双全的经大教授御游 可她已有心意之人 只是上处暧昧阶段暂时无法明言 这让她产生了一种被德感 而作为郑书一的撩搏对象 实验可是一个醋坛子 听外甥女说郑书一很受欢迎 心里便很不是滋味 实验郁闷坏了 当即制止外甥女继续嚼舌根 这时看见郑书一发的朋友圈 立马就发消息过来询问 郑书一自然不会告知 自己被迫和相亲对象看电影 同时还不忘聊拨一下对方 没想到实验却似乎有所怀疑 郑书一打车回到小区楼下 就看见实验等在一旁 还听去了妈妈和她的对话 录这部新剧也太逗了 每次一紧张就顾左右而言她 结果总是害心上人吃飞醋 从上次明白了郑书一的心意 实验便打算搞一个隆重的表白仪式 因此到外地出差的她赶在跨年夜回来 抛下了自家的团聚盛宴 单独跟郑书一一起过 熟料准备的一车玫瑰花 竟然没有拍上用场 原本实验准备好了所有流程 先陪着郑书一一起看烟花 等跨年倒数结束 随着绵绵情话的烘托 营造出一个最佳的表白气氛 结果郑书一紧张起来脑子抽抽 许了一个大沙风景的愿望 破坏了一切 郑书一 我 新的一年 我要升起成功我的电子刊 写更多更好的文章 实验整个人都猛逼了 突然又搞不懂对方的想法 却没有了类似于之前的弥补机会 逼树上猛逼过 猛逼树下你和我 两个难兄难妹 就这样结束了一个糟糕的跨年夜 回到家里 郑书一仍旧一份难评 气自己关键时刻掉链子 陆新剧又被妈妈催婚 为了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 他在网上找了一张心上人照片 说是男朋友 结果莫名矮了一倍 这是你继父 你妈我 好歹是个大学老师 也经常上网 拿这种方式糊弄搪塞我 一块疯了 到咖啡时都无精打采 秦时月过来询问 才让他想出应对之策 拉着他一起来见玉游 结果秦时月看见他的相亲对象 自己先抑郁了 其实听见玉游说 现在没有精力去谈恋爱 也没有心思去经营一段感情 秦时月心里更不是滋味 而另一边 听见父亲询问是否 还在跟那个女演员交往 石燕顿时就忍俊不惊 表示对方是女记者表演 玉游有点强而已 石文光这才放心下来 转而操心外孙女怎么还没回家 得知他在陪领导相亲 便又着急他的终身大事 一旁的石燕则黑着理 因为他知道那个领导就是郑舒逸 于是当郑舒逸刚回到小区楼下 就再一次见到等候已久的石燕 郑舒逸心里很是忐忑 有一种莫名的心虚感 突然小妖精成功攻略霸道总裁 白露这部新剧终于发疼了 人就这样说着绵绵情话 心情格外美好 第二天石燕破天荒的跟外生女打招呼 就连郑舒逸也是如此 搞得他很是困惑 于是趁着午休时间 秦时月询问郑舒逸和郁游的发展 得知他对郁游没有任何想法 心里不惊欣喜万分 随后郑舒逸收到了石燕的消息 被攻略的他变得黏人起来 一到休息时间就主动问候女友 得知对方还没吃饭 郑舒逸便给他叫了一份外卖 两人就这样看着手机 远程共进晚餐 不得不说这小日子还挺甜 但很快就有搅局者出现 飞机上一名男子 看见郑舒逸撰写的石燕采访稿 似乎产生了什么坏主意 转头就来找郑舒逸约稿 要他写一篇像石燕这样的专访 他的感情也太甜了 白鹿这部新剧天天都在发糖 之前易阳到郑舒逸公司找他约稿 参观了对方的直播发布会之后 发现他是业内知名的芯片天才 郑舒逸顿时很想做这一次专访 但易阳毫不掩饰追求郑舒逸的心思 使得他犹豫万分 不想给自己和石燕的感情添堵 结果约会的时候还想着这件事 石燕看出他心不在焉 询问后得知情况便十分自信地表示 这次谈话两个人都很满意 而对易阳的专访 郑舒逸初次访问下来也没出什么幺蛾子 但周末出发去参加芯片大会时 郑舒逸在与前男友相遇 面对他的纠缠 郑舒逸直言已有男朋友 没错 就是六个六车牌的车主 烈心周一看直接猛逼了 艾伟营捏起来了 之前郑舒逸过来参加学长婚礼 结果意外与前男友同桌 石燕得知他受气便赶来接他 没想到却因此解开了 秦乐枝的小舅舅之谜 乐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小 小舅舅 我来参加婚礼 郑舒逸整个人都猛圈了 原来司机范师傅 才是秦乐枝的小舅舅 月星周也猛了 感情自己攀上的不是高知 而是骗子 随后 郑舒逸借着秦时月的电话顿逃 避开石燕的打破纱布问到底 没想到和秦时月泡温泉时 却被问起 追到那个小舅舅没有 郑舒逸随口表示算了 太复杂太难了 怎料秦时月一转眼就告诉石燕 郑舒逸感情受挫 让他趁虚而入 石燕气急 立马跑来质问郑舒逸 自己怎么让他受挫了 这时郑舒逸才知道 原来秦时月的小舅舅是石燕 这一刻郑舒逸再次猛圈 面对石燕的质问 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恰好父亲打来电话 郑舒逸再次借机顿头 然而 当司机范师傅过来替外生女 向石燕道歉 告知了前因后果 石燕也终于明白 原来郑舒逸接近自己 是为了报复前男友 郑舒逸这边 正当他准备向石燕坦白的时候 突然收到情乐之发来的信息 指责他让自己难堪 还表示如果石燕知道 他接近自己是为了报复月星舟 他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郑舒逸当即拉黑对方 却也暂时放弃了坦白的想法 打算等明天约石燕去水族馆 再说明一切 没想到 郑舒逸等了许久都不见石燕出现 于是打去电话询问 我来陪你演戏吗 听见这话郑舒逸顿时悲从中来 浑身力气都被抽湿一空 泪水迷糊双眼 喃喃自语地说着对不起 回到家里便倒在床上 母亲见他闷闷不乐便过来开挤 得知女儿做错事便表示 人年轻时都会犯错 以后不要再犯旧事 还让他把最受欢迎教师的 投票链接转发到朋友圈 结果被石燕看见立马引来吐槽 这个布鲁子真的太无情了 是挺无情的 刚和男朋友闹翻 没想到第二天就有追求者上门待年 引得郑母误会以为 他就是惹女儿难过的人 于是招呼他进来红女儿开心 还特意出门给他们留下私人空间 郑舒逸不想和他纠缠 哪怕石燕一直不理自己 不料对方却反客为主 为他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 还表示自己是特意过来找他的 郑舒逸一听顿时想起石燕 也说过同样的话 郑舒逸不由得愈发难过 不久后春节假期结束 开始上班的他再次做起一扬的专访 没想到文章一发到朋友圈 就被石燕看见 石燕落寞极了 六个六的豪车都不想坐了 改换一辆三个酒的 官向成说看得出来 郑舒逸对他很上心 石燕便回答一句 他现在有很多上心的人和事 引得官向成哈哈大笑 一看就知道石燕促吃多 外甥女回家后见他闷闷不乐 便开解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结果石燕叫他明天辞职 不要再去郑舒逸的公司上班 秦时月不想辞职 于是来向郑舒逸请长假 还表示自己很快就会回来 得知这是石燕的安排 郑舒逸瞬间领悟 让你身边的人也远离我 于是郑舒逸连忙发信息 向石燕道歉 表示自己早就想坦白 只是不知道如何开口 害怕结局会像现在这样 石燕看得心中五味杂陈 刚想接受她的道歉 谁知郑舒逸脑进水 又说起云创专题之事 气得石燕当场手机摔桌 将她拉进黑名单 这一刻 见到郑舒逸落泪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欢乐 随后郑舒逸又发邮件道歉 石燕向助手询问后顿时更轻 如果你喜欢的人生气了 你会怎么办 哄他 那如果对方还是很神气 还把你拉黑人 这么生气 那更得解释清楚 得想办法见面道歉 如果发邮件呢 那肯定不行啊 现在谁还发邮件 道歉 女人刚回到公司 就被同事撞了一下 没想到下一秒 就蹲在地上抱头痛哭起来 搞得同事十分心慌 原来在不久之前 郑舒逸到石燕公司 找她做专题报道 但石燕仍纠结于 郑舒逸当初接近自己的原因 因此回了一句 云创的事情暂时无可奉告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就请回吧 结果郑舒逸没能领会到 对方想听自己解释的意思 以为石燕在下注课令 于是失落离开 石燕也很失望 这时助手过来告诉她 郑舒逸已到楼下 同时还有不少记者 在等着采访云创高层变动之时 石燕灵机一动 打算旁敲侧击令 郑舒逸明白自己的真实心意 于是特意下楼说了两句 无论是云创还是我 都无法忍受不够纯粹的人和事 工作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 和不同的意见 应该求同存异 一起面对解决 而并非一走了之 辨识这句话令郑舒逸产生误会 以为石燕要跟自己分手 因为郑舒逸接近石燕确实不纯粹 可他却忽略了一起面对解决 而非一走了之的暗示 以至于一路走一路想 越想就越是伤心 同时这一状便宛如压垮落脱的 最后一根稻草 但他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哭 只是一个人在工位上愣愣地坐着 直到夜晚才下定决心 将石燕从好友名单中删除 而另一边 将郑舒逸从黑名单里放出来的石燕 还在苦等对方的解释 结果一整天都不见动静 最后实在忍不住主动发消息过去 没想到却发现自己成了陌生人 这一刻石燕难受极了 完全搞不懂对方在想什么 时隔数日 秦时月意外发现郑舒逸跟一阳逛商场 心里不由得十分疑惑 于是秦时月悄悄跟了上去 见两人正准备共进晚餐 便决定做一支闪亮的灯泡 并随时向小舅舅石燕通通报信 收到消息的石燕会如何应对呢 这盘鱼就是舒逸姐 小舅舅喝鱼汤啊 小舅舅你还要不要小舅妈了 笋多鱼人吃完了 小舅舅你到底有没有看过的微信 艾维迎又填起来了 秦时月的神助攻让一眼二人打破僵局 说清了此前的误会 舒逸姐病了病得很严重 一个人无依无靠 无人照料在医院挂水 好可怜呐 文言 石燕立马赶往医院 没想到郑舒逸见到她 却趁机表示自己头中脚轻走不动 石燕无奈只能把她抱起来 行走途中 郑舒逸直言当初接近她 是有演戏的成分 但不知何时起自己就喜欢上她 想和她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石燕则表示今后如何要看她表现 郑舒逸顿时很是激动 我不知道要怎么表现 不然你给我画一些重点 不然你让我落康 怎么落康 我不会算了 开什么车 我又不是那个意思 郑舒逸顿得落荒而逃 然而一回到家里便找秦石燕 要来石燕的联系方式 重新嫁为好友 与对方说起了绵绵情话 感情突飞猛进 可谁知月星周又在此时出来作妖 这天 石燕让司机范师傅送郑舒逸回家 结果郑舒逸刚上楼 月星周便鬼鬼祟祟的出现 范师傅气不过猛锤了她几拳 随后向石燕告知此事 不料嘴角有伤的月星周仍不放弃 还是找上了郑舒逸直言想跟她复合 郑舒逸自然不肯 两人僵持之际石燕及时出现 路星剧以爱为赢的大结局来了 郑舒逸接受石燕求婚 过起了甜蜜的小日子 之前郑舒逸的采访稿发布后 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 也帮助石燕度过云创股东的不信任危机 令报社主编对她刮目相看 暂时把容媒体业务交给她负责 然而才过了三个月 数职会议上总编虽然连连夸赞郑舒逸 但鉴于其年纪太轻 总编还是不放心让她担任正式组长一职 郑舒逸不禁备受打击 一下班见石燕等在公司楼下变向她诉苦 职场示意情场得意的郑舒逸很是开心 天天都和石燕住在一起 还抽空见起了家长 这是我女朋友 郑舒逸 叔叔好 姐姐好 你们怎么一起过来的 机场遇见的 平时你们就吃这些 不怎么吃 一般都是我做 不久后郑母回去 一夜二人又过起了甜蜜的二人世界 随着时间推移 郑舒逸在职场上也渐渐得意起来 既拿到业界大奖又成功升职容媒体小组组长 在她最高兴的时刻 石燕趁机求婚 郑组长 你现在已经升职成功了 什么时候打算让我在你这里给升个职啊 你的数值报告呢 你居然沉默了 石燕一听顿时恍然大悟 抱起郑舒逸原地转起圈来 随后好事陆续有来 主编邀请郑舒逸做自己的伴娘 搞得她很是惊讶 在主编和官向城的婚礼上 本剧迎来了大结局 你们三件课就一起结婚 这集体婚礼多热闹 多好玩啊 对不对 我们不急 我们还要在事业上 努力进步 不断突破 总之更上一层楼